為市民發聲 多謝李祥先生 貴魏 是 很多謝今天的大會 是剛才大家聽到他們的宣言 我也是非常之 感動就是 他們說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 我們一定要支持 中國 任何地方 的人權 他們的自由 他們的民主 他們的權利 包括 都為五兆無恥 今天我的身份 剛才我說是職工雲的秘書長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也是支聯會的主席 支聯會是過去 大家看到有一個橫額 釋放伊利哈姆 2014年的時候 伊利哈姆因為說 被人控 分裂國家政權罪 就是被判終身監禁 但是他所主張的 只不過是 說他們應該有自治的權利 但是 就不容於中共 大家看到 這個政權本身 他們那種高壓的手段 其實我們香港人為何要關心 維吾爾族呢 我在美國的時候 參議院 聽證委員會作證 他們問我一個問題 說如果新疆是10分 香港是多少分呢 在人權打壓那方面 我說香港真是 老實說 比起新疆 比起維吾爾族 我們的人權的狀況 還是給他們 真的很慘 跟最壞的去比 香港不是最壞 維吾爾族人是最離譜 但我想香港人要學一件事 想一件事 就是維吾爾族 今天所得到的對待 是反映了這個政權 最邪惡 最恐怖的一面 只不過他今天還未在香港實施 不代表他將來不會 他今天怎麼可以對付維吾爾族人 可以對付任何的人 因為 在他怎麼對付維吾爾族人呢 大家看到一件事 他那種邪惡 和那種恐怖 我今天想講幾個例子給大家聽 因為最近有一個好處 就是紐約時報 有人給了紐約時報 四百份的中共的內部文件 裡面解釋了整個思維 我裡面想講一下 他們的想法是非常非常離譜和恐怖的 習近平怎麼說呢 他說要求全面開展 反恐怖、反滲透、反分裂的鬥爭 使用專政機關毫不留情 這些大家預料了 接下來他們的心態是怎樣呢 接下來他們才恐怖 他說一旦信了他 即是以此難教 就像吸食你的毒品一樣 喪失理智、精神瘋狂 什麽事都幹得出來 其實他說他自己是共產黨 你信了他 你什麽事都幹得出來 但大家想想 他的想法是當你有病 他當整個維吾爾族人有病 我覺得這個是最離譜的說法 那變成呢 他跟著又是怎樣呢 因為你有病 所以我現在要醫治你 怎樣醫治你呢 就搞了個再教育營了 那裏面那份文件說 就是有些學生 維吾爾族人學生 在北京讀書 要回去自己住的地方 發現回去 為什麽我家人不見了 那他們很厲害 這份文件說 中國共產黨內部有個Q&A 他怎麽回答那些人呢 就說不要緊要 我們現在是找他再教育 去醫治他們 還有裏面有食有住 如果你乖 聽話 你不要出聲 因為裏面有評分制 如果分數差 就會混久一點 分數好就會快些放 如果你在外面吵圈巴閉 裏面的分數 就自然會要懲罰一點 大家想想那種心態是怎麽樣 再教育營 然後接著去改口 已經是職業培訓 不用你職業培訓 如果職業培訓 是否大家自由出入 但是他們的職業培訓 沒有自由出入 困在裏面發生什麽事 虐待 很多的打壓 的囚禁的事 根本外界沒有人知道 所以第一件事 大家要想 這個政權的手法 可以去到一個地步 一百萬人混入再教育營 再混入一個勞改營 這樣都做得出的 第二件事 我想告訴大家 他們怎麽去想 誰是 他們應該拉進去這個再教育營 另一份文件又說了 又爆料了 他們有一個作戰平台 作戰平台是什麽呢 就是爆了出來 畢竟是他們內部的文件 這個作戰平台有三個功能 收集訊息 通報可疑活動或狀況 調查被標示為可疑的人 那他會搜集 大家想想他搜集什麽資料 真是很恐怖 新聞證、上片、圓戶、席地址 當地人的身高、血型、學歷、職業、政治 傾向、車牌、電鏢、水鏢、天然氣、編號 都記錄在裡面 然後呢 然後發現你呢 看到你呢 你沒有什麽跟左人右理去交往 或者看到你呢 你出入就不走正門 走側門 然後發現你呢 就懂得消刊 懂得消刊不行的 因為可以製造爆炸物品 所以你不可以懂得消刊 你又不可以熱衷為親真子 去籌集資金或者物品 大家想想 這樣 就因爲這些原因 你跟著就被人滴進去 那個所謂作為教育營 就是他用了所有那些 最高科技的監控 如果你有51個Apps 是禁的 如果你用了51個Apps 又是其中一個理由 有一個月份有一個紀錄的 5日裏面 19日 6月19日2017年 到6月25日2017年 幾日而已 有24412 因爲剛才所講的原因呢 就是被人拘捕去教育營 大家想想 這個政權的恐怖就是最慘 它結合了最高科技 第三個手法 大家有沒有想過 藍絲 住在你家裡的 有沒有想過這個恐怖的情況 但是大陸怎樣 維吾爾族怎樣 就是 他派一些叫大哥大姐 就是中國的家庭 住入一個維吾爾族的人的家庭 然後這個中國家庭 做什麼呢 就是觀察村民做筆記 評估維吾爾人對祖國的忠誠度 看看他的中文的水平 有沒有極端的跡象 什麼叫極端標準呢 你不要用阿拉伯語和人打招呼 你說出阿沙拉姆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平安語 那你就會被人說 喂 立刻記錄在案 你這個人有問題 然後如果你是 是星期五 祈禱或者齋戒月期間禁食 那他又會記錄你 你的鬚和群 會不會是有問題 他又會記錄你 還有還有一件事 他有一件事 是很奇怪的 為什麼那個人抓了坐牢 說他是煽動極端思想呢 就是因為他 是叫你不要說粗口 還有不要看色情片 這些呢 對他們來說 就是一個問題來的 然後抓了一年坐牢 不過我相信 我這裡不會有人叫別人 不要說粗口好在 但是真的 人家的信仰是不想人家說粗口 人家的信仰是不想人家看色情片 這樣都不行的 還有他們還有好毒的 你住在家裡 住在家裡 跟你包餃子 然後跟你 如果你問餃子是否是豬肉 那有紀錄在案 然後你逼人吃餃子 你要吃豬肉餃 但是大家知道 這個是信仰的問題 為什麼要這樣逼人呢 所以大家想想 這個這麼邪惡這麼極端的政權 再加上他的高科技 他的監控 就是造成今天為了義族人的處境 那我很希望呢 全世界 大家一齊去聲援為義族人 最近呢 就有些好一點的現象 因為我們有時候都很貧困的 聯合國好像不做事一樣 最近呢 最近呢 聯合國有12個人權的委員會 12個啊 全聯合寫封信給中國政府 數完他們的違反人權的東西 我很希望 呼籲那12個人權的委員會 都要寫給中國政府 說香港維權 香港是違反人權的黑警事例 希望那12個都是做 但是大家想想 12個 什麼叫12個呢 就是他什麼人權他都犯了 全聯合國裏面 所有的維權委員會 包括什麼 Humory Defender 就是那些維權人士啊 宗教自由啊 歧視相殘人士啊 歧視宗教人士啊 歧視宗教人士啊 包括說Tridacy 就是那些日詩人啊 所有那些人權委員會 他們都寫了那份報告 那大家真的值得去看一下 看到那種整個 整個 整個 整個中國 共產黨在 維吾爾 所實施到的 所有的 違反人權事件 那大家看完這些資料之後呢 非常感慨 那當然我們一直都是呼籲 全世界有一個叫做 Global Manisky Act 希望全世界去制裁 那些違反人權的官員 那現在美國呢 就制裁不夠的 我們希望美國可以制裁多些 美國制裁了什麼呢 第一 它制裁了Visa 簽證它制裁了 第二呢 它制裁了公司 提供高科技給 給新疆裏面 中共的科技公司 去做監控那些 他們是有 現在制裁著 但是我們希望 去制裁了呢 就是用這個 Global Manisky Act 制裁呢 包括 沒收到它在美國的資產 那大家希望呢 就是全世界 他們那些貪官 在中共 中共在裏面 做了很多傷害你的事 儲了錢 拿去外國 我們希望可以全部沒收 但是所以不可以只是美國 我們希望全世界 都是有一個人權的制裁 是有一個人權標準去制裁的 那這個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希望有一天 是全世界 看到維吾族人的對待 他們都是可以一起制裁 這些這樣的官員 那個官員呢 就是那個名字 就是很容易記的 現在最有名的那個 就是聽過叫做陳全國 為什麼他這麼有名呢 因為他的口號是什麼呢 是很離譜的 叫做應收盡收 什麼叫應收盡收 就是抓了 應收盡收 所以大家看到一個恐怖的情況 那我們全香港 香港人 我們受到打壓 我們當我們受到打壓的時候 更加要一起 跟所有受打壓 被人權侵犯的 所有的人 站在一起 要求全世界 是 跟我們一起 去對付這個 中國共產黨的高壓 所以今天我們呢 是希望 Stand with Hong Kong 也都是Stand with Weigar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Weigar Stand with Weigar Stand with Weigar 多謝大家